Hello,大家好,本期视频教大家怎么用Stable Diffusion画出这样的图片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个绘图模型 在这里我用的是Rab Animated 它特别适合画2.5D风格的图片 然后我们用到这个Lora 它可以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车子 然后在使用的时候需要一个触发词Vehicle 我们用它进行原始的图像合成 下面这个Lora基于CyberPunk 2077风格的塔罗牌 它不需要触发词 我们用它生成有特点的黑色线条 这个Lora是魔兽和炉石风格 使用的时候不需要触发词 我们利用它生成更多的变化的细节 比如说车上的一些金属裂缝 然后呢这是一个embedding 它是用在负面提示词的 主要是增加我们画图的一个效果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实际画图的过程 首先这一串英文就是提示词 然后橙色部分的字就是我们调用的Lora 然后有触发词的需要写上触发词 黄色部分是我们的可以修改的部分 然后像这里的话 我是画了一个在地域内的车 然后是这样的一个特征 这个黄色部分你们可以任意修改 然后画出自己想要的风格 然后下面说一下工作流 图片不是一次性跑图生成出来的 它是经过了四个步骤 首先我们用那个文生图功能 然后利用我这边发的这个prom 登成一个基本的图片 接着呢我们把这张图片拿去Photoshop 里面简单的修一下 它生成的图片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水印 或者一些文字 我们把它修复 然后再增加一些细节 之后我们把满意的图片发送到图生图里面 进行一个分辨率的放大 然后那个变化量我们就设小一点 设置为0.3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就利用Inpaint功能和Photoshop功能 就反复使用吧 然后直到满意为止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生成这样的一张图片 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次见